记者蔡正明苗栗报道,社团法人苗栗县特殊教育关怀协会承接苗栗县政府身心障碍者日间照顾服务计划,必须负责接送学员接受日间照顾相关课程,不过因接驳车老旧,屡次维修几乎无法上路。 从事网络直播拍卖的黄明寺从有人苗栗县议员邱正军得知状况后,慷慨解囊,不少黄明寺粉丝也响应,今天捐赠一辆接播车。 苗栗县特殊教育关怀协会说,感谢邱正军除了每个月固定捐赠爱心,更牵线告知黄明寺协会状况,黄明寺之前已经陆续捐款将近50万元。 今天有大手笔和直播粉丝共同捐赠接播车,让协会负责照顾的学员都非常开心,能够搭新车。 黄明寺说,与邱正军是就是,之前聊天得知协会难处,觉得自己有能力帮忙,单纯尽一份心力,也感谢粉丝响应,一起做公益。 邱正军则说,黄明寺一举让人感佩,希望借由黄明寺以及粉丝的善举,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人关怀在社会各角落的弱势族群。